大家好,我是媒体制作人王岩,我也是金融街集团的唏嘘经理。 疫情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,那么大家知道,疫情之后,银行的贷款政策也出现了一些变化。 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资深的贷款专家,杰西卡女士,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的银行贷款政策。 杰西卡,介绍一下你自己吧。 大家好,我是贷款经纪杰西卡章,来自猪业金融集团,从事贷款20余年。 知识可现,照亮财富。大家好,我们又见面了。 自疫情以来,大家已经在家工作学习了两个月,这个月终于要开成了。 因为疫情,4月份安省的地产成交量萎缩了67%,价格也有所回调。 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货币金融政策救市,例如3月份的三次降息,收购了500亿的银行房贷,降低了贷款的压力测试,可以differ mortgage payment 6个月等等。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,大家最关心的疫情中最新的房贷政策变化。 大家知道,贷款的利率虽然降了,但是为规避风险,银行的信贷政策反而收紧了。 从以下4点可以看出。 首先,以海外收入为例,加拿大的公民、居民、visitor,如果长期在海外工作,按照海外收入可以向银行申请房贷。 以前的海外收入只需要有5%的钱在加拿大账户上,另一部分钱在中国的账户上。 即加拿大账户上的钱和中国账户上的钱合计40%就能够向银行申请房贷。 但是现在,40%的钱,即首付35%加5%的一年的mortgage payment,必须全额在加拿大账户上,才能向银行申请货批贷款。 而且对海外收入的证明材料也比以前要求更多。 其次,最近改动比较大的要属新移民的贷款。 以枫叶卡的登录日期为准,5年以内的移民属于新移民,在贷款的时候享有新移民的优惠政策。 以前贷款只需要出计移民前的国内收入证明,证明目前在加拿大上学或者正在考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,就可以获取房贷。 但是现在很多银行,比如Scotiabank,HSBC,National Bank都需要再移民。 加拿大有一个基本的工作,按照工资收入的18到25倍给新移民贷款。 如果您在加拿大还在上学,或者是尚未找到基本的工作,这样按照新移民的贷款就比较困难。 当然还有一些银行,如RBC,BEMO,TD,它还原用原来的新移民贷款政策,但所需的材料,审批也比以前严格很多。 第三,我还要提醒,申请过政府补助CERB和Mortgage Differ Payment的客户,现在已经出现了贷款很容易被拒,所以今年要申请房贷的客户,最好不要申请政府的CERB或房贷延期还款。 最后,提醒大家,对需要多套房租金来支持贷款的客户,审批也日趋严格,即使批了贷款也会加很多的贩款条件,毕竟疫情下不是每一笔房租都能按时收回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,大家有任何的贷款难题都可以咨询我,右下角是我的联系方式。 要开诚了,大家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,别忘了锻炼身体,增强免疫力。 我们下期见。